大家好,欢迎回到我 这一期继续跟大家谈论一下 韩国棒球输给台湾 韩国网友的奇葩反应 在韩国的网站上面 充斥的到处都是 台湾会赢的韩国主要是裁判被收买 裁判的判决不公平 或者是说 主场的老乱战术生效 等等不一而是 但是这些都只是网友发一些表面的言论 最主要的是 台湾已经崛起了 尤其是韩国的棒球实力逐渐的下滑 韩国棒球队的整体磁力一直在退步 而台湾一直在进步 上次韩国媒体中 韩 报纸一将输给台湾那一天 称之为韩国棒球的耻辱日 来车乎韩国溃败 其中特别指出了 棒球教练的水准在下降 而球员技术弱化 没有提升 尤其是教练团的调度问题 更是一塌糊涂 形容出战台湾的投手 是属于米级先发 没有摆上A级先发 等于说在赛前根本就不是很重视台湾 认为是赢定了 结果翻车了 往后在对战台湾队的时候 必须要打起12分精神 必须视台湾队为竞争对手 而不是视之为必赢的对手 而这几个主要因素 正是韩国队无法前进东京的主要原因 而在预赛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当年最主要关键比赛 就是在对台湾队的这一场比赛 台湾报球队在12小米组的预赛中 以四胜一副的夹击 跟日本吸手闯进四强的循环赛 从最终战绩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对韩国之战没有能够取胜的话 近几名单可能又会不同 甚至改写 而韩国队跟日本队最大不同 就是韩国队很容易清理 欲强折强 遇到他认为弱的队 通常就会跟着放松和翻车 也应认了棒球是远的 不到比赛现场总远不知道结果 而不能够光评比赛前的预测跟评估 而决定的输赢 以日本队来说 他们不会去轻视他的对手 通常在赛前 会做好各种的起众 相当的完备 从日本媒体的比赛总播方面上面 我们都会看得到 他们针对台湾队的每个选手 都会有个超威猛的字卡介绍 每一位登场 都会好像有一张角色卡 例如台湾队长陈杰倩 在日本上的介绍字卡上面 被写上生涯通算三成四的打击率 超狂的安打职人 而吉利提到拱冠 更是被日本媒体称之为 2020跟23年的拳雷打亡 而陈成威 则是台湾自豪的速度之心 等等 代表说 他们对台湾的勤修研究 相当的深入 甚至连绰号都把他取好了 所以台湾队在前进东京的四强战的时候 势必要相当小心 日本对他们勤修的详细度 跟他们的应战策略 这相当考验 台湾队的交流团的淋场调度能力 而韩国网站上的网友相当的有才 也是直接抓住了两大战犯 直接说到 教练团的水准太低了 调度严重相当的有问题 尤其是在台湾大战中 明明知道台湾队有很多的走打者 但是韩国队也却派出了低肩撤头的投手 尤其是总教练认为 这是一场该赢的比赛 却没有赢 在棒球比赛中 没有什么叫做该赢的比赛 只有该输的比赛 尤其是对台湾队的刻板印象 认为不擅长低肩撤头的想法 早就该被淘汰掉了 因为台湾职棒中 也有很多的低肩撤头投手 而球迷指出第二点 则是参加比赛的球员实力不足 各国投手的球数都在进步 但是韩国队投手的球数 却呈现停滞的状态 以这次的主力投手来说 远泰人、孙周勇、聚智序等 要因商确证 而强棒江百虎也没有上场 没有办法以最强阵容来出战 因此赵雄输给台湾 总之 从韩国网友 从韩国网站上面 我们发现到 韩国队一直不承认失败 一直无法自我检讨 但是球迷的眼睛是雪亮的 直指的问题的核心 直到支持而后有 这个是台湾棒球 跟韩国棒球最大差别吧